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见会的暴力对决 关联方这边还是力武装 人生果的力武装 三大辅助化身辅助神灵 再加一个辅助的地府 配合一个人生果力武装 再加摇头摆尾的魔王寨 都是各式各样 开了一把蛇阵 那对战方的话 应该可以算是半个西大老街的复战队了 好像除了升哥 这也是咱们的一个主播 这边除了升哥 其他人都西大老街的 扫地森的话 虽然现在不打复战了 但是人家还玩梦幻 以前也是西大复战队的 就这么组了这么一队 应该方面肯定是碾压的 碾压关联方 就不是说比关联方巧 就是纯碾压 那对面今天选择上的是一个 磐斯武装师佗加神木 开了一把龙阵 蛇阵这边也是小克龙阵 百分之五 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 进聊一给 早早的就来针对 关联方的力武装了 咱们看一下对面这种团队 比较专业的团队吧 咱们来针对关联方 这个人生我的力武装 牛镜走起 三千八把声非常的高啊 有关联方辅助都有点 抗不住的这种发声 青蛇 再来一个 换眼迷雾 对 叫个换眼迷雾 让关联方这边多承担 百分之三十的一个伤害 配合这是火加神木 那这波输出是也非常的高的 宝宝飞 哎呀 这感觉关联方防御还是高呀 呃 防御高的话 那就证明一点 法防低嘛 可能就是 法防灵士带的比较少 还是带的比较传统的 雪防灵士 所以对面什么灵秒过来 很疼 因为乾坤再套一套 蛇阵抗风啊 讲个笑话 蛇阵是有三个抗风位的 尽量再给魔王 各个击破 从前期来看 对面打的还是比较的顺的啊 环杨树再拉起来 环杨树当然 也会增加这个力武装的伤害 拿抗性换的 拿抗性换的 这边已经有了两层的归针了 慢慢把伤害 叠起来以后 观众方这边 他就也可以点杀了 能开始点杀 观众方压力就会小很多 不管是把对面的 输出点死 还是把这两个 封系点死 那压力就骤减 这场的话 对面也是拿着全场的 一二三属 前三属的全在对面 所以控制起来也会比较的方便 石狗慢慢把爪硬叠起来 就可以了 观众方这已经是全员残血了 魔王也倒地 开场咱就说过 双方在硬件方面 那是存在很大的差距 哪怕是观众方三个辅助 也不好扛 现在是只能期待 观众方这边力武装 伤害上来了 完成点杀吧 助力密 密灵助导 加一波护盾 怎么感觉 人家这什么灵法伤的概率好高呀 不过到目前为止 好的一点就是观众方这边 力武装的状态并没有掉 虽然是频繁的倒地 频繁的吃药 但状态一直都保持住了 灰针这边已经叠加了四层了 墨镜 地府再毒一毒 观众方那边又把血量 暂时恢复过来了 abe之后 查理 2 4 1 5 1 2 2 5 2 10 嗯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石头岭的话 他就节奏不太好 别的都还行 就节奏不太好 背一回合 休息一回合 然后现在变身时间 也没有以前那么长了 一般官长方这边 已经开始动手 针对一下对面的神灵 摇头摆尾的魔王 配合破163的话 会比传统的魔王厉害很多的 宝宝 怎么不跟呢 杀法系啊 这些壁垒啊 什么的该跟就得跟一跟 毒死了 头上还有那个 摇头摆尾的小火圈 再加上底下还有个毒 所以说对面什么 还是被压死 不过没有小死亡 没有小死亡 他就问题不大 华晨司稍后活一口血 不耽误他输出的 不耽误输出 华晨司那边 由于前期没什么压力 所以他的人心还没开始跌呢 脱发无边 水晶再抱一手 敲金金月 贴下宝库 18,7000 已经26,000的伤害 出发连了 16,000 直接把师傅送回家 但是还是没有小死亡 那现在对面 心里肯定也在 你看其实这魔王完全没输出 但打到人身上 对面可没罗汉呢 对面是没罗汉的一个状态 秒到人身上 也能秒 也就秒个五六百 是真秒不动 但是他就是在破163 以及亲你的宝宝方面 还有奇效 你不要看他法伤底啊 但他抗性高呀 他那魔王也是高抗性的一个加点 就关键方这边除了 武装怪算是一个脆皮 其他 都还不错的 现在这师傅的伤害也上来了 有青蛇 看一下这一棍子啊 这神木灵很难扛得住的 四万六 四万六 这才十个回合伤害就已经上来了 啊 仅仅是会 最大方也想了个办法 直接上天地了 啊 我也不让你挂小丑 只要不耽误出手就可以 但现在对面又少了一个神木灵 关键方压力已经骤减了 单师妥的话 就还是同样的问题啊 就关键方本来防御也不差 其次就单师妥的话 你毕竟 刚才咱说的啊 你非一回合还得休息一回合 关键方三个辅助 他是有足够的时间去搞恢复的 在你休息那一回合 足以把自己的血线恢复过来 黑武装这边已经十一层的鬼针了 够用了啊 十一层的鬼针 太够用了 可能现在关键方都可以去针对一下 对面的风险了 你把阎长送出去 再敲孩子出发 连你这孩子还点着防御呢 就被敲死了 再来一个风云变色 对面相当的宝宝也有点站不住了 人物也是有点站不住了 罗汉赶紧盖起来 继续补一补光辉 两万 腾罗剑 两万 就现在需要对面开动脑筋啊 怎么把关键方立武装这个状态给他消掉了 他立武装只要连续两回合 用不出敲击机遇 他现在所有的状态全部清楚啊 连续两回合 嗯 他也带着抗风灵士啊 带着抗风灵士 然后又站在一个抗风的位置 所以说想风中他的话 需要一些机遇 啼活 应该是保的立武装 清醒之后再保 这前排的宝宝 把这尸陀的伤害扛满了 三万五 直接送你回家 这现在杀化身四都绰绰有余的 就现在这个伤害杀化身四都赋予的 这场就算是咱们看了这么多场啊 这场比赛就算是关键黄这边叠状态叠的 特别快的 第一是打开场到现在 他这个敲击你也没断过 第二个就是他出法联的概率还蛮高的 啊 你说出一次法联你多叠一下状态 今天这个 佛法五边的效果不错 小死亡没挂中 佛法五边继续打伤 再敲对面的盘斯 来一万四直接送回去 这打了一会没一会啊 前十回合 前十回合还是对面压着关键黄打 也就刚刚过去五六个回合吧 对面已经四个人倒地了 这效果来的是真的快 对面开始换地厅了 关键黄没地厅 所以说在面对有地厅的团队 谨慎一些吧 干扔尺子的时候一定把自己的尺子扔到位 白草爵 这样令其 趁着落花趁你也就下个回合 关键黄这个力武装 他必须得敲出去 但是你把他杀掉了 他下个回合肯定敲出去了呀 因为你不杀他的话 你下个回合还能给他扔一扔法宝杀的 就稍微控制一下 因为虽然有七星咒 但七星咒不一定能把你这个无回啊 白蚊霞解掉 但是你如果把他杀掉 他下个回合用归速也好 用配速也好 拉起来 他肯定是可以敲出去的 你已经没法针对他了 所以下手敲进玉肯定是有的 清掉几个宝宝 看一下关键黄用哪个来拉起自己的 力武装 用什么力拉起来的 再敲化身色 化身色抗性还是高啊 再卡大金 两万一 大象 受不了了 给你一把大象 但是这波的话 对面 比较尴尬的一点啊 就这一回合 他物理器没速度 导致了 他这一把象形算是白给了 就一点作用也没有 关键黄已经敲出去了 下个回合再水清 吃五龙蛋没有用的啊 这象形吃五龙蛋是没有用的 水清保一下就行 而且他下个回合可以不出手的 因为他这个回合已经敲过了 所以说他上个回合已经敲过了 这个回合他可以不出手 只要下个回合他可以敲出去就可以 消防再点 水清一宝 再把你十国废掉 再上一个清新咒 贴宝库 骗自己 买一个送一个 宝宝也敲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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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清新咒 再敲一万八 这一只大实战也不是个办法呀 但是又没办法来针对啊 因为这个时候把关键防武装怪 只要把他的这个状态断掉的话 他没有后续了 因为关键防武装怪没有人生果了 他每一次敲金金玉都是要消耗人生果的 现在他已经没有人生果了 只要断掉状态 他就再也叠加不出他的这些状态 没有人生果状态叠加起来以后 他每一次敲金金玉会把以前的状态保持下去 就现在他已经不消耗人生果 但是他可以保留以前的一些状态 小死亡再一点没挂注 小死亡再一点没挂注 肉 涮 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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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彈琴貓貓再控一爪 再来一把金青 两万八 炸药 什么也 哎呀 太飞药了 现在观察风希望把对面这俩孩子给他清了 有时间的话 对面这两个孩子一定第一时间给他处理掉 在场上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了 这孩子又扛不住观察风这一棍子 现在我不叫他花果山了 我现在正二八戒那就要立武装了 花果山已经是从我的脑海里被清除了 来起神木灵 然后石头那边的爪印也被断掉了 你看头上有这个 呃 这叫啥呢 这这叫 小姑子啊 就魔王寨摇头摆尾的那个姑子啊 他就站不稳呢 他可以守时的 你孩子拉起来 他就可以守时的 呃 对面这首天地同手啊 我想是应该给自己的神木灵打了 但是神木灵倒地了以后 是下滑道的化身死在身上 那这对于观察方来说 那就是喝水给了个枕头 十万 好好好 在地厅没啥抗响 死活 commenting 天地铜兽也是个办法 不然关掉方这边的 这小死亡太厉害 三万六 当然关掉方这边 九转吃的也不少 再上一把天地 对面化身色天地 他有没有点回 铜灰 应该是没有点铜灰 他天地同时还有两个回合 水清一宝 把化身色给他敲死一次 敲死了 他就最起码有一个回上线的问题存在了 六万 他身上还有一个明火炼炉 明火炼炉也厉害的 3.0元的明火炼炉 能烧到875滴血 等级乘以5 而且永久的 这个玩意儿它是永久都存在的 而且你是解除不掉 它跟紧箍咒不一样 你一个金轻啥的不就解掉了吗 但这玩意儿解不掉的 永远都在 持续到战斗结束 好用的很 你看你这把孩子处理掉 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真的是不把孩子处理掉 这不是个事儿啊 四万五 这摇头这一下还是可以摇到神木林的 小死亡 你把金轻啥 你把金轻 断摇摇你 少不着 但是那个火箍他可以打招啊 这出的法莲 随即到别人身上了 别观众方这边的观众方 这也好像有点不太好扛呀 亲孩子呀 你让他用人用药去来 这俩孩子一直在 这不脱观众方节奏吗 观众万象 这前排宝宝留不住了 你听大爷还是厉害呀 没宝宝了呀 情况好像有点不太妙啊 不过对面现在没有武装罐了以后 对战方保不住自己的石驼和神木林 赶紧再换个大龙龟 化身死一把零元推 对面 小死亡再点 刚才说过啊 你武装罐倒地了以后 你其他人就陆续的都得倒 武魂也没有中 敲出去了 十七层的鬼阵 有这样练起再加三层的一个环蛋 二十七层的鬼阵 再把盘斯敲死 其实比赛打到现在 感觉对面真的 机会不大了吧 除非啊除非他还能 比如说他成牌成牌的出地厅 你稍微投点资 加那么两个战敌傻的 对面是具备这个能力的 就成牌的出地厅 对家方是绝对具备这个能力的 这几个人他都不缺地厅了 小死亡 光法无边再来 水清再保 但这波中无魂了 他上个回合敲过的 也就是说下个回合 关键方对面只要有办法 然后关键方这敲不出去 他这个状态就被清空了 清空了以后 他这武装怪就废了啊 就成个废物了 没用了 他现在手里没有药了 没有人生物了 这需要一定的机遇 这需要一定的机遇 你不想让他出手 得需要一定的机遇 水清再保 看这个样子应该是敲出去了 再来一个清新咒敲出去 再把武装怪敲死了 再来一下 2萬5 2萬5 化成色小窗倒地比賽結束了 十回合的小索 十回合的小索 1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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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萬5 1萬5